再分享一个管理素材的小技巧 希望大家做年终魂简或者电视剧《真人秀》这类海量素材项目的时候能够有所帮助 框选同类素材,按下快捷键,Command K 打开关键词窗口,输入分类名称 素材图标上会出现蓝色提示线 这样就把分类标签添加到了选中素材上 再框选另一类素材,输入分类名称 空镜头 FTP还会给这些分类标签自动分配快捷键 例如刚刚我们创建的两个分类 分别对应快捷键,Ctrl1和Ctrl2 遇到已有的同类素材,直接按下对应的分类快捷键 可以一键添加对应的分类标签 在事件列表中可以看到所有素材的分类标签 方便我们快速筛选已经被赋予了标签的素材 在事件列表中选中关键词分类 按下快捷键Command加Delete键 可以删除分类标签 也可以框选需要删除分类标签的素材 在关键词菜单中选中标签 按下Delete键 只删除选中素材上的分类标签 分类的数量没有限制 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随意创建素材分类 比如影视剧项目中我们可以给每一个人物创建一个分类 同时也可以按照镜头景别创建分类 既可以同时使用多种分类命名方式来组织素材 也可以在同一个素材上添加多个分类标签 希望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胖胖熊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